台湾 走開 請坐 所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看到各位 因為真的看見 台灣還是需要大家的參與 無論是平地高沙族任何的族群 只要認同我們本土台灣 都有權利關心台灣的前途 我是高沙族的太兒族 我們高沙族在流亡政府裡面是 原來是十個族 然後增加兩個族 然後再增加兩個族 現在十四個族 那十四個族當中 我也參加流亡政府的族羽認證 屬於太兒族的 算說 很多元老的 那前幾天他們也 上個禮拜他們也足以認證 我們也發現 十四個族羽認證 十四種族當中 不論不同的語言 但是我們能夠參與 台灣的正常的地位 的一份子 這實在是我們創造新的歷史 我們要相信我們活在世上 就是需要做一個正常 正當的 那關鍵性 這個環境不一定給我們正當 也不一定給我們非常正常的一個想法 很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 那你要清楚 你一定看見這個執政者 他的方向和他的意識形態 在今天的這堂課呢 三大點來思考 第一點是從一般的意識形態 第二個是 今天台灣到底 碰到了什麼樣的模糊政策 無論是一般的生活環境 或是整個政府機構的 當然我不是屬於政府人員 也不是屬於流亡政權的一個公職人員 我是道道地地的高殺祖 打案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打案說 老家是無關 我們一般白亡是說 你們怎麼講白亡 只有麻利麻利還有什麼 麻沙露 這個都是問安或者是謝謝 不同的環境也有不同的 因為政府機構機制體制上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來到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看清楚 原來台灣已經發生最嚴重的悲劇 最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不是在一個小時就可以聽得出來 那可能從你昨天 今天明天 這個三天 可能你第一次接觸到 或者是在網路 或是你的朋友跟你介紹 我們試試看 再一次重新思考 重新把我們的思路 再一次弄清楚 當然不是這一段的時間 我講也不一定是完全百分之百 讓你清楚 也說不定 因為一些語言的隔閡 假如用我自己的語言 那一定會很順暢 用打案的話 只有我們這位老長老聽得懂 那講下去你們就聽不懂 還是我回到 說好多人沒有人等 說黑法也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還是回到這個流亡政府交代的 但是不多時候 這個中文就不一定是真正的主要語言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慢慢的改變 所以這些改變都是從觀念上來釐清 所以我們談到政策之前 我們先思考一下 我們本身自己的觀念 本身自己的態度 本身自己的角度 本身自己的看見 本身自己的期盼 還有本身自己的一些疑問的衝擊 如何去調整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個地方 來思考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理清 台灣現在流亡政府的一些模糊政策 那當然模糊政策是蠻大蠻廣 那我們從 在我們的POPPOINT這邊來慢慢思考一下 現在你活在任何的政策裡面 無論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種 都會影響你自己的思考 你自己的思路 而且你這個思路 你從小 你的背景和現在 那個文化觀念 常常會衝擊 就像很多高砂族 在三四十年前 來到平地 為了生活 為了子女教育 然後來到都市 憑自己的生命 那有些時候 一群一群 所以有一些當老闆的 碰到高砂族的青年 有一些麻煩 是什麼樣的麻煩呢 因為三四十年前 哎呀 這個煩辣煩辣 這個喇辣 哇這個山地人 哇這個煩辣 哇一聽到煩辣的話 這個高砂族的思路 血液就高漲 老闆還有平地人 也是血液會慢慢的高漲 一旦血液高漲了 哇不得了 那個脾氣就會慢慢出現 那這個是因為碰到 給我們衝擊的一些的 過去和現在碰到的問題 在那邊挑戰 那三四十年前 有幾個說 你喜歡啊 我不喜歡啊 聽到腔調就可以 可以聽到說 這個腔調是 一定是山地人 一定是藩人 一定是粗糙的 我在五十多年前 國中到苗栗大福 那個大福都是海港營 我坐在中間喔 然後左右都是女同學 所以我已經坐在中間 結果男的女的 右邊的女同學說 我那時候聽不懂 我那時候聽不懂 過去一點 那我過來了 然後我又變成個女同學說 親地腦 討厭死了 結果都搬來搬去 我氣得要命 你們在講我就殺你們 哇 嚇一跳哇 真的是殺人 所以有的人說 哎呀這個 這個煩惱就是專門殺 是不是煩惱都是殺 我看就是 誰來修家 你告訴我 什麼是煩惱 煩惱就是 沒道理的人 就是不講道理的 那才是煩惱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就是劉王政府這個煩惱 是不是 啊不得了 所以我們以為說 啊 藩人就是這些 住在山地的山 欸 高砂族的聲音音樂是不得了的 你看我們這幾個阿密 來好 喔你看 馬上講出來 等一下會有時間可以唱一下 那阿密是很會唱歌的族群 所以有那麼多的族群 活在這個台灣的這個社會 這個土地裡面 竟然這個煩的這個流亡政府 來到台灣 就這樣破壞了整個的體系 破壞了整個不同族群 美化非常美的那種道德的互動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到台灣民政府 要理清的一個觀念 假如我們沒有理清這樣的觀念 我們就覺得說 也是好啊 中華民國也是好啊 台灣也是好啊 中國也是好啊 共產黨也是好啊 什麼都好 那什麼都好的話 那你活在這個世上幹嘛 所以什麼都好 實在是非常的愚笨 其實沒有說是什麼都好 他一定會碰到他的困難度 碰到他的刺激地的時候 他一定會跳出來 本來夫妻很相愛的 但是假如說聽信謠言 一些紅蝦 常常用紅蝦來刺激夫婦的關係 那就不得了了 本來是相愛的 一直紅蝦紅蝦不相信 沒有彼此相信的時候 哇那個血液就會高漲 連自己的舌頭都能夠咬到 然後呢何況其他的人權 那我們進入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別人的政策 還有別人的規劃 也會影響你現在的環境 除非你跟他沒有什麼相干 但是即使沒有相干 你看我在司馬庫斯 五年大概十年前 一直到五年前 我退到別的地方 我在司馬庫斯 在那邊做教會的工作 然後以前都說 啊這個黑暗社會 但是因為很多平地 弟兄姊妹 非常關心高砂族 打樣最偏遠地區的 所以我們就透過 認識的政府機關 還有一些台灣平地的生意人 或者是非常關切 高砂族打樣 司馬庫斯的生活情境 特別是小朋友 他們就很多的資源就進去了 那進去以後慢慢的規劃 成為共同經營 所以共同經營有的平地人說 為什麼到司馬庫斯部落 以後要去看那個劇目呢 乾脆弄大一點的一條道路 或者是計程車也可以通過去 結果幾個騎老長老說 牧師啊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路開通的時候 那會不會影響我們現在生活的形態 我說當然會影響啊 因為有的人就是專門去登山 然後就不會在部落住業 那沒有在部落消費的話 我們部落就沒有什麼一些收入 所以還是禁止說 不能還是用走路的 回到以前我們高砂族 這樣走路 其實不是只有高砂族 我們在座的 喉嚨人 客人也空洋也一樣 走路是運動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不同的環境 所以在進入到司馬庫斯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一些的規劃 或是一些的節制 會有一些的管制 所以那時候就慢慢進入到不同的環境 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司馬庫斯有這樣的生活的情景 因為有兩次我們去過以色列去觀摩 他們叫做 那幾夫子 那幾夫子也是共同經營 那一般人聽到說 幾夫子一定會想到說 啊 以色列人這共同經營 所以我也跟司馬庫斯說 不要用漢文 從中文來翻譯 等努難就是等努難 等努難我們打亮的意思是 同聚在一起 同分享在一起 一起共同度過這個苦難的生活 同甘共苦 這樣的生活環境裡面 可以看見 這個就是我們打亮的等努難 所以不要翻漢文 就等努難 只要有一天 一聽到說等努難 哦 那是司馬庫斯 就好像以前阿里山 不是他們在觀 那是以前講什麼 那不是颱風還沒有被沖掉的時候 不是他們去觀賞這個雨嗎 那是有一個名稱 忘記了 那他們一聽到那個名稱 就會想到說 那個是茶山嘉義的 一樣 台南 蝦比廟 什麼 在 在中部的 雲林的嘉義的 一些的 觀光廟 哪一個最大的廟 也是就會想到說 誒 那個地方 他們就會往那邊 會想到說 誒 那個是那個地方的特色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真正來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真正的特色是 把所有模糊的政策 理清出來 把台灣的地位 模糊不掉的 要怎麼去理清 要回到台灣民政府 所以昨天秘書長也講說 在 美國情報局 他們所調查出來的 一般台灣人 已經進入到七八成 有聽過台灣民政府了 雖然他們不是很認識 但是最起碼已經慢慢的思考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樣的組織 前天我去換外幣的時候 我沒有用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我要試試試看 我用爛的台灣民政府的那個ID 新婚禁 台灣身份證 我就給他看 然後就換外幣 那個小姐一直看 我沒有看過台灣身份證 結果他向他的上司說 這樣不知道可以嗎 就一看 看新聞前 看那個後備 看號碼 好啊 也是沒問題啊 所以 拿到台灣民政府 現在 一般流亡政府已經慢慢 逐漸知道說 現在有隱形的台灣民政府 已經進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為什麼會回到正常的地位 因為就像我們所看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就是 以身份證 昨天秘書長不是也講過 一看身份證 我是台灣人 酸酷的是 台灣人好不好啊 好啊 家裡要打拼好不好 台灣人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都是好啊 好啊 哪有我們也好啊 那結果 看到身份證 一看 不是台灣最正 原來都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那鈔票也是一樣 也是中華民國鈔票 這是台灣籍呢 這是台幣呢 供銷為什麼台幣 所以這些都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模糊的 那我們進入到這種政策方面 我們先思考一下 一般學者對這個政策的觀念 特別在這個 威紀百科裡面 他政策是說 指政府 機構組織或個人為實現目標定立的計畫 政策 政策包含一連串 經過規劃有組織的行動或活動 那一旦 從制度方面的各種方案呢 哪一個是優先次序 然後到底影響有什麼樣的行動 正確呢 或者是 無論是在政治管理財經 及行政架構上 發揮作用達到各種目標 這些寫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常常有聽過說 有沒有看到 有時候不同的環境裡面呢 我們聽過在社會上常常流行的一句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為嚴重 我們都會寫 這些流亡政府都會寫 而且很會抄 不是最近連那個唱歌的 還有他們也抄那個韓國 那個五個年輕人衣服啦 然後他們的動作啦 都是完全抄在韓國的 所以台灣是真的是很會大抄一本 跟中國一樣 不也是一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就會碰到這些政策的問題 那當然就會有負面的發生 那我們今天來思考一下 今天本土台灣人 我們要先思考 事實就是事實 我們台灣人的生命 非常寶貴 有無限的價值 然而在流亡政府的統治者 對本土台灣人的生命 不一定看得更重要 我們高沙主不是一段時間 被馬英九說 把你當作人來看啊 把你當作人看 那相反就是把你當動物來看啊 所以 我跟我的外砍手有一些 為了中文有一點文化的衝擊 什麼樣的衝擊 因為我們在談說 啊 你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啊 架雞隨雞 架狗隨狗 架有架來什麼 你是狗啊 所以我就跟他變了 我跟我外砍手 變來變去 不是狗啦 這不過是形容啊 不對不對 因為你不是中國人 我們在那邊也說 為了這個詞句在那邊爭 因為中國人就是把人 當作雞狗來看嘛 所以他用這樣的形容 很多的成語 很多的詞句形容 雖然不是真正的狗 但是因為有他的背景 一定會被看得狗的不如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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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你的話是 什麼 架雞隨雞 要怎麼說 台語 那是漢字啦 實際上台灣人的文化 是不是這樣 也是有問題 這都是中國文化的影響 這是因為我們六七十年 活在這個中國的時代 也跟著了 我們受教育也是一樣啊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真的是悲哀 不過不要那麼悲觀 因為有台灣民政府存在 這樣好不好 但是要了解啊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 什麼樣的組織啊 我們高沙主也要了解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多了解台灣民政府 聽了 我們在座的 雖然我們幾個的講師 都是用 喉嚨為 那我們幾個高沙主也在忍耐 聽這個喉嚨為 不曉得有沒有完全聽得懂 因為每一期的時候 都有幾個高沙主就跟我反應說 主題啊 跟講師講說 偶爾 改一些 講一些中文 這樣 有一點的聽得懂才比較好 不過都有反應 不過我們都是學習忍耐 因為也是一個學習的環境 不過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來看 今天 模糊政策是因為碰到最起碼有六個 按照 按照這個 諾曼哈佛 這個是聖經土地神學的 至少有這個六項 一個是軍王的意識形態 神權的意識形態 古代傳統的意識形態 先知的意識形態 農民的意識形態 階級的意識形態 其實我們今天碰到台灣的問題是 除了軍王帝王的意識 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中 還有一個是階級的第六個 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作祟 為什麼那麼多的錯誤 那麼不同的政策 那今天的不同的政策 要看什麼人 只要當長官換掉了 政策就也慢慢換掉 雖然說 這個是過去這樣的經驗 然後就帶到整個政府體制裡面的不同 無論在縣政府鄉公所 或是在部落也好 但是一旦鄉長或是縣長換了 那些很多的心態也被換 雖然持續沒有換 但是都是看人 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申請 特別在十年前 阿扁還沒有執政之前 我們高砂族 我不曉得阿密斯百萬 我們打仗的 太兒族的 我也去過幾次 也反映了 我們幾個族群同胞在那邊反映說 每次申請 一定要趕上十一點以前 早上 下午就不要去了 我們幾個說不相信 下午也是上班 為什麼只有規定 早上11點以前到鄉公所 在這裡省請 如果沒有 第二天再來 假如沒有趕上十一點 那下午你去了 改到第二天 你看我們從山上走路下來 走兩三個小時 請摩托車一個多小時 然後到鄉公所 為了要趕 有時候來不及中午 下午去的時候 我書喊老字嘛 第二天過來 又回去 沒有回到自己老家 回到自己親家 自己親家那邊住 然後第二天才來 這個是十幾年前的 一些的生活的型態 然後阿扁時代的時候 就慢慢改正 那現在呢 也有 大部分下午 他們不是說下午不上班 都是應酬 你主管去那裡 你的科長去那裡 他們不敢講實話 去出差了 去上班 去到別的地方 那實際上是不是 馬是假公祭司 這些假公祭司在高砂祖太多 我看得非常心痛啊 那麼辛苦的老人家 為了辦一些資料 然後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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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來到平地 然後去申請 來不及 第二天 這樣的心態 就是因為造成這個階級的意識形態 那這種情況之下 無論是生活上 在這個大中國裡面的時代 我們看看 在這些的現代作者 或者是 維基台北 你看我們看看 維基百科前書 這邊寫的台北寫作 每個月第二個禮拜 聚一次來舉辦 來重新審核 所以看看這些人到底是誰 這個才是關鍵線 無論是這個作者的背景 到底對國際法的了解 或者是在大中國的主意下 或者是你看台灣也宣布建 建立一個省在這個1884年以後 當然這個是中國清朝時代 到了這些 當然這個時間是以後 國民黨來到這個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建立一個省 那實際上 台灣是不是自己建立一個省 也不是台灣自己去宣布啊 這些都是階級 還有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在作祟 我們看看在康熙七年 設立甘肅省 內地18省的格局 這些整個也不含台灣 所以在台灣的時候呢 實際上不是屬於真正的中國的版圖 所以我們昨天也看到 秘書長不是看說 滿清政府 擱讓 永久擱讓給日本的時候 日本大地的時候 這一個慘啊 好像蛆啊 好像一條蟲啊 那但是 右邊 一大片的右邊都是高砂組住的 那這些沒有包括在裡面 所以這些都是因為 沒有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國土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的問題 所以造成今天 也會碰到我們台灣地位的問題 類似Chinese Taipei 類似Chinese Taipei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樣啊 這樣要改 他們說 他們說啊 我沒有全面 這樣啊 我還以為是你自己的意思 那我們看看這個中華台北 實際上在 在 在 我們 所知道的 法國倫敦 還有 韓國上海 這個都是在英文裡面 裡面說 中華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 已經給我們弄錯了 那以為說中華台北就是台灣 中華台北 哇 台灣加油 結果還是活在這個中華台北 原來他原來的意思是中華民國 中國人逃亡這個政府呢 流亡政府在台北 連這個法國還沒有獨立的時候 他也流亡到倫敦 那韓國還沒有獨立的時候 也是逃亡到上海 所以都會簡稱 這些整個不是只有這幾個國家 你只要談到這個 exile government 在整個的逃亡政府裡面的英文 列出很多的國家 那我們今天 以為說中華台北 為什麼別的跟日本 日本外交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用正常的外交 用正常的說 台灣外交大使館 沒有 都是在人民之間的 或是經商之間的 或是好像在美國在台協會 很多用協會的 這樣的詞句來形容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真正的國家 台灣不是真正的政府 所以有那麼多的名稱 那中國人很會 以為是很俏 很調皮 好像以為是很聰明 所以碰到什麼人 就持續就形容另外的人 碰到這種人 也會碰到 也會形容這個人 就像我們 我們去申請方面 只要喉嚨人 在那邊過的時候 很快 一聽到說高砂主 有時候就放在一邊 休息一下 還在那邊 我在五年前 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就帶一個年輕的 到縣政府去 申請這個 兒童的設立一個協會 就是讓部落自己幼童 受照顧 然後申請這個方案 一看 我聽到 有一次我聽不懂客家話 三地人又來了 奇怪 他怎麼會講這一句話 那他就用客家話在那邊 不怕 改呀 那時候等一下 把三地人都放在等一下 我差一點去直接責備他 因為我也那個正義感還沒有 心血還沒有高漲 所以沒有跟他責備 那在司馬庫市的時候 有一次颱風季節 整個把小朋友 本來都送到納羅 就是平地 堅持最平遠的地方 那司馬庫市是最山頂的地方 那原來在那個地方山頂 把小朋友都遷移到平地 這樣比較方便 不會危險 結果幾個長老說 牧師我們這個小朋友 要怎麼帶下去 看你們怎麼決定 我們不讓小朋友帶下來 我們還是堅持我們的森林小學 所以森林小學建構在司馬庫市 有它的背景 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們也不聽新竹縣縣政府 好幾次 教育局局長跟我們這樣接洽 結果很多媽媽說 你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小朋友到星光國小 一個禮拜在那邊讀書 一個禮拜才見面 父母親兒女才見面一次 你們不一樣 你們每天 北部照顧 你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高山族 一個禮拜要寄臉 所以我們就跟教育局長說 那時候我師母 馬上就責備說 你們真的沒有良心 你們沒有當過真正的媽媽 你們不了解孩子的心痛 也更不了解 不了解媽媽的心痛 因為有的媽媽就把她自己的孩子 在一年級到六年級都在對面一座山的星光國小 那司馬庫斯在對面這一邊的這一座山 然後有幾個小朋友都是穿五件衣服 穿五件衣服 一天脫掉一件 然後禮拜二那一件髒了再脫掉 還剩下三件 因為她一個禮拜都穿五件 所以這樣一天脫掉一件 然後脫到禮拜五 小朋友才高興的 我衣服清了 表示我要回家了 那個心痛怎麼會讀書呢 真的是悲哀 像這種情況之下 只有流亡政府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真的悲哀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臺灣民政府將來一定會改變 我們教育大臣在我們的後面 梁瑋文老師在那邊 他已經很清楚 流亡政府的一些教育背景 這些悲劇 今天我們進入到臺灣民政府的時候 一定會完全的改觀 這些都是因為政策上的問題 我們再回到本土臺灣人 現在碰到的問題是 實際上中華民國不是臺灣 但是現在的政府 都是把臺灣當著中華民國 連一般的臺灣人也是一樣 中華民國就是臺灣 這樣的觀念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可痛心的一件事情 而為什麼自己心裡心裡高興說 我是臺灣人 我們都是臺灣人 連那個酸骨也是 臺灣是不是臺灣人 臺灣人是不是 我高興的要命 在選舉的時候 哇 臺灣人啊 你加油好不好 好啊 在那邊一直拼來拼去 結果還是中華民國 為什麼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因為 現在的流亡政府 糟蹋我們現在的臺灣人 那今天為什麼 有沒有發現 中華民國的憲法領土 沒有包括臺灣澎湖 我們年輕人知道嗎 中華民國憲法 臺灣澎湖都沒有 這個字句都沒有在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可以再去研究 然後流亡政府把它當作 他說10月25日是光復節 他怎麼會有光復 昨天秘書長不是在問我們嗎 誰轟炸臺灣 日本還是美國 有人說日本 有人說我們中國人 真的是悲哀 所以因為碰到這樣的問題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占領的開始 這個是10月25號 那有的人就 在舊經商和平條約 因為非常確定說 美國是主要的占領全國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那美國的國內法是 為什麼把它當作國內法 簡單 占領中 其實還在占領中 特別是在關稅領域區 WTO裡面 WTO裡面 台灣澎湖屬於關稅領域區 這個詞句 只有在被占領中 才會用獨立關稅領域區 那獨立關稅領域區 在正常的國家是沒有這個詞句 是你被占領的時候 是你被占領的時候 才有用這個關稅領域區 無論是布希或是美國國務院 都把ROC流亡政府都不是國家 秘書長昨天不是有講過 10月2號 他們在美國發布這樣的聲明 的確把ROC架下來了 就是把ROC的流亡政府的架構 拿下來就改為台灣 所以以後在美國的官網 已經看不到中華民國了 都是用台灣 那無論是李登輝 或者是蔡英文 都在談論流亡政府 的確他們已經清楚 進入到這個流亡政府的時間 那在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北京 宣告建國的時候 在1911到1949年38年的這個歷史 中華民國的這個持續已經消失 那消失他還是 蔣介石這個集團 還是帶入到今天的台灣 因為被美國委託 委託這個中華民國暫時管理台灣 所以在1945年被打敗的時候 被美國打敗的時候 他放棄日本政府放棄管轄 他沒有放棄主權義務 就像一個爸爸媽媽 你有權利結婚了 那生孩子 你一定要有盡義務 來照顧兒女 你不是說我有權利 我得到這個 我嫁給你或是我 我娶你 已經得到這樣的權利 都享受了 但是你生孩子以後 你還要有義務的責任來照顧 這個就是權利跟義務 永遠分不開 特別在國際法戰爭法裡面 不會分開 你有權利你就要義務 所以他日本政府是不是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昨天秘書長也講得很清楚 那日本政府是 日本天皇是因為被懸置 好像被架空 然後他委託人民所組織的一個政府 叫做現在的日本政府 所以整個大日本的帝國 我們這一次去日本朝見天皇的時候 我們看到日本天皇 他的揮手 然後他也一直看我們前面的 一直拿著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我們去年去的時候 天皇的那個警察先阻擋 然後聯絡以後就可以進來了 那今年我們去年 那警察就已經清楚說 原來台灣民政府 台灣我們這個現在進到 祝賀天皇的這個生日 這一群的台灣人 是我們自己的臣民 所以他已經很清楚說 台灣原來是我們自己 日本天皇的臣民 那這個已經在日本 日本人的想法 已經逐漸的出現出來 我們看看無論是簽證的問題 他們現在登入這個台灣 好像說中華民國民簽證 實際上這邊有至少有四個問題寫著 第一個是出生國 你拿這個passport的時候 護照裡面寫說 你到底出生國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大部分都一定會寫台灣 是不是 一定不會寫是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土地 一定會台灣 但是台灣跟這個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怎麼算是一個被承認的 這個又提出一個問題了 那第二個問題是同樣的 那你登入這個到底是 你是屬於哪一個國籍 那邊又是無國籍 因為林志生秘書長228個人 在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國的時候 然後到2009年8月他們在高等法院判決 有一個五個判決當中 有一個是無國籍的 所以你寫這個台灣國籍方面也是無國籍 所以在護照裡面怎麼可能是會被免簽證 這也是一個陷阱 我們看看居住國 你到底是在哪一個國家住在哪一個國 最後還是寫台灣 那到底哪一個國家發給你這個護照 有的人可能會寫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政府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定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最後 用幾分鐘來談這個高砂族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 我們以前都在爭取說台灣原住民 那台灣原住民是活在中國的漢字裡面 原來是從藩人 山地人 平地三胞 三地三胞 有一次我們在爭論這個三地三胞 或者是平地三胞 或是原住民的時候 不要緊啊 三地人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有的高砂族說 不要緊啊 我們是山地三胞 你四胞 我三胞 那但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最後 在原住民的名詞裡面 是因為只知道漢字 那就像 紐西蘭的毛利主 紐西蘭的毛利主 他不會說 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主 或是 紐西蘭印第安人毛利主 沒有 直接寫 直接講毛利主 所以同樣今天假如說我們原住民 談到原住民的時候 秘書長昨天有講 這也是已經陷入這個 中國的陷阱裡面 這個字的陷阱裡面 因為 以後 五十年 一百年以後 很多平鋪組不是嗎 也有平鋪組的 我也是原住民 我們在座的平地 讓人 也一樣 住在台灣 特別兩百三百年 也是一樣 所以會混在一起 所以今天中國人 他也說 台灣的原住民 也是我們同胞 所以好像被他們抓住了 唯一不會被混淆的詞句 就是高砂珠 那昨天秘書長所講 高砂珠 是非常漂亮的山上 然後雲材非常的清晰 然後住在裡面的人民 會歌舞 唱歌跳舞 都會唱都會跳 所以他們覺得說 哎 這不是藩人 所以 11609年 日本天皇的太子 到台灣的時候 就看到說 哎 這高砂 高砂珠 這個才是真正漂亮又美 所以這個才是高砂珠 不是像 中國人所講的高山族 或是山地人 這都是歧視的 所以 一個天皇 他能夠尊稱一個族群 表示非常尊敬 這個高砂珠 所以今天我們也要 慢慢去調整 我們就是高砂 高砂主 我們 這一段兩年去 跑台灣的時候 這個名稱很不容易改 他們還是喜歡原住民 但是我就把它解釋說 我們還是 尊重我們台灣民政府 而且我們也要抓住 日本天皇太子 所給我們的尊稱 就好像台灣 以前荷蘭人西班牙 來到台灣的時候 阿弗莫沙 也很漂亮的台灣 用這樣的尊稱 尊敬自己 所以 我們這一些 特別到了 土地政策 或是釣魚政策的時候 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今天有保留地 表示我們沒有土地 對不對 今天高砂主的保留地 都是這個是山地 保留地 什麼保留地 這個是國有地 你看 國有地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還是自稱為國有地 國有地 片效 所以這些都是在 模糊這個整個的 觀念跟生活 無論土地所有權 1988年 1989年 1993年 我們黃國土地的時候 我們跟那個 第一任的 圓民會主委 尤哈尼 我跟 我跟他在 長老教會總會 一起同事的時候 我們設計的 黃國土地 我們策動的 這個中國國民黨很厲害 我們遊行遊行到 到立法院的時候 一排 一看 啊 都是我們年輕人 都是打卡殺戈的 年輕人 結果有兩個年輕人 啊 我們的牧師在前面 所以那個 我們的青年就 跑到後面 不好意思見我們 我們牧師也 也衝 跑到前面 珍保警察 一直衝來 進去 有一個牧師 因為高高的被 打得受傷了 這個 所以這些都是 原來 可以好好談的 但是他不要給你 做一個真正的 土地權 就是不要 那所以才會有 這個土地 黃國土地的運動 還有生存權 還有土地 整個的 教育權 土耕華 或是國家公園 這些都在綁我們 跟高殺族 有沒有 我們幾個 阿彌師也沒有聽過 或是幾個百萬 有幾個打燕 德魯國 跑到山上 都被抓 就是因為 國家公園的 政策和規定 我們以前 祖先 在台灣的時候 怎麼看 都沒有問題啊 偏偏到這個 中華民國的時候 全部都被綁 為了這些土地 還有採 採取 一些自己的木頭 可以 用在我們自己的 房子 蓋起來 都沒有問題啊 但是中華民國 一來呢 什麼都關 什麼都被判刑 這些都是悲哀 所以整個的問題 連母椅 為什麼今天消失 整個在山上的 官商勾結 這些都是活在 模糊的政策 跟貪污的流亡政府裡面 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 沒有好好詳細的 談論這些 這些的問題 不過我們可能有碰到 你們隔壁的高砂族青年 或是同胞呢 你們看到的時候 也可以鼓勵他們 因為他們也沒聽過 台灣民政府的事情 所以透過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 學到了 我們也分享給不同族群的人 讓他們多參加 這樣好不好 好嗎 好嗎 好 辛苦 辛苦 那最後 我們看看 我們真正的 台灣民政府 是按照國際法 萬國公法 這些的條約 都給我們真正的成立 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想到聖經的一句話說 只要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 這個上帝是 真的是 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 也是你心中的上帝也好 都沒有關係 這個都是公義 屬實就是屬實 精力就是精力 我們用公義正確的 台灣的地位 回到國際的地位 每個人都有責任 每個人都有參與 這麼好嗎 好 好嗎 好 就在這裡 請她去裡 走 休眠十分鐘 谢谢观看